在台湾好吃的美食还真不少 虽然现在受到禽流感的影响 也让部分的民众对于禽肉料理忘之却步 但是在台南有业者经营的古早味砂锅 鸭汁是丝毫不受影响 主要就是因为业者严选鸭汁 再加上特殊的料理方式 这一道做了60年的老菜 照样生服不少老头 50个铁锅一致排开 上下两层的炭火烧得猛烈 锅子里的大白菜已经煮到软烂 这时每只三斤半左右的嫩鸭 正放入油锅 将表皮炸酥之后 加入铁锅中和大白菜继续滚煮 为了传承古早味 这道锅烧鸭以大骨汤为底 选用的配料也绝不马虎 来自高雄前定的扁鱼 台南北门和七股的蒜头葱酥 和嫩鸭一起熬煮三个小时 过程中必须实时注意火候 还得不停地加汤搅动 50个锅同时进行11个大工程 炖到鸭肉的精华进出 再陆续加入金针杏鲍菇 鸳唇蛋和豆腐 炭火的火候也逐渐收尾 这道有近60年历史的锅烧鸭 融合了鸭肉的香和大白菜的甜 成为老店的招牌 也让韬客一吃就上瘾 看看美洲客人这道砂锅鸭一定必点 经过三个小时炖煮的鸭肉 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 大家吃得心满意足 情流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 记者姚欧华才能报道